慈悲比定罪能治愈更多的罪 亨利·瓦德·彼彻 谴责是指责游戏的一个花笑的词 有一次我听说责备是转移痛苦 我们所经历的大部分痛苦 都是因为按照生活的条件生活 也称为不确定性 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我们可以通过选择仁慈来减少痛苦 慈悲是可以将我们和他人 从痛苦的魔论中解救出来的治疗方法 通过选择富有同情心的人慈 作为我们的道德指南针 我们接受了在不确定的世界中的领导角色 一句善良的词可以为我们带入 爱ooked 这是希望看中心的石油 用三个音乐力 努力可以为我们符捷 愿意 愿意